男生在一起就是比次數 比長久 還有比長短 自衛一般通常會持續到幾歲 還是正常 到妳的 都有可能會有異位的情形發生 欸妳的臭蝦餵啊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一動之動 我是主持人吉特 我是下面會的夏夏 欸 夏夏 為什麼今天妳會在這邊啊 那是因為我前幾天在茶學間看到妳的做奇怪的事情 還有奇怪的動作 所以我今天來就是來搞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今天不管妳是不是每天都要尻十遍的手槍夾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自衛的需求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聊自衛這個主題 包括什麼是自衛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自衛 還有所謂的閒者時間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邀請鳥科學先生這方面的專業顧光雲醫師出場 嗨 醫師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鳥科學先生 北醫副社醫院的蜜尿科組織醫師 其實英國女歌手 Lily Allen 她曾經有在公開場合談論過自衛 她是說呢 女性通常會想要自衛就表示 她們會覺得說好像沒有男性關愛 或是說欲望過剩的一個表現 但是她覺得這其實都是過時的看法 那請問一下顧醫師 為什麼我們會有自衛的這個念頭 這是不是真的是性機殼的代表 我們每一個人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其實大家都會有性衝動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機制 因為人類就是要有性行為才可以反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也其實是一個很健康的行為 我們不需要用太異樣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事情 請問一下這個男性好像我們普遍都認為說 他們每天都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根據性研究雜誌2019年的調查 其實大多數的女性在每個禮拜都會自衛一次 可是這好像就是跟男性比起來有一些落差 是為什麼 在台灣的文化上 比較不會對於男生自衛就給予這麼多的 不是很正確的觀念 或不是很正確的標籤 所以男生會比較願意講 女生可能就是他會自己做 但是他不會告訴別人 所以你會覺得說好像女生都不太有這樣的狀況 可是男生卻一直有 但我相信其實兩性都是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是因為文化影響 所以男生會比較想要炫耀一下說 欸我昨天看到雜誒 然後另外又說我昨天看到 啊真的是變 男生就是在一起就是比次數比長久 還有比長短 其實這也可以尻腔來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性能力有問題 就是一個辨別的方式 對應該說我們臨床上常常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病人來他可能說他要性行為的時候 好像不太行 很容易就軟掉 或是可能硬不起來 那這時候我都會先問他一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那你如果自己來 你自己尻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說你自己尻其實都很正常 都沒有問題 那代表說你可能器官上是OK的 那你可能是一些心理的因素 導致說你真的要爭槍實彈的時候就不太行 那其實我們從神經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常常神經一個衝動過去之後 他都會有一段時間 叫做不反應期 就是他是因為這個神經已經放電過了 然後他會處在一個比較平靜的狀態 要用更強更強的刺激 他才能重新再放一次電 通常這樣子一個高潮過後 大腦的內分泌的激素 會讓你的相關的神經源 都保持在一個冷靜的狀態 那可能要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才能夠再重新激起這樣的激情 所以這樣講女生也會有閒準時間 理論上來說女生應該也會有類似的症狀 男生是因為他要有性衝動 他才要幫他撥起 所以男生有沒有這樣的閒準時間 其實會很容易就顯現出來 那女生會比較沒有這麼明顯 好 那醫師我想問一下 就一般人對自慰的一些印象觀念 就是可以獲得短暫的歡愉跟快樂 除了這些之外 自慰對我們人體會有什麼好處呢 根據過去的一些研究 除了當然讓你短暫的宣洩你的衝動之外 自慰反對腦內會產生腦內飛 那腦內飛是我們的快樂的一種很重要的來源 我們這邊講的快樂不是那種短暫激情的歡愉 是一種喜悅的感覺 有時候有一些出家師傅 他們可能就是心靈已經獲得昇華 他們的這種腦內飛可能就是會很平穩的產生 是一種就是平靜開心的那種感覺 這種腦內飛量比較多的時候 對於外在的一些壓力 或者是一些世界打擊的 你的抵抗能力會比較好 所以有可能對於你一些憂鬱的傾向 會減少它的發生 自慰多久一次才算健康呢 就西方醫學來說啦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標準說 你一定一天要幾次 或是你一定多久要有一次自慰的行為 大部分是在中醫的觀念裡面 比較會有說什麼 少年人啊 可能就五日一瀉啊 中年人可能就是什麼 十五日一瀉 但其實西醫是沒有這樣的觀念 但我們的觀點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衝動 你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都是鼓勵就是不要忍 合法合理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解放 馬上嗎 對 不是馬上啦 因為你有想要然後你 那個地方不會違法 那當然你就是 不會被別人看到 對不會 不會讓你被帶去警察局的時候 那就是 你可以用 那當然除了自慰之外 如果說你可以性行為 其實我覺得性行為也是一種方式 那沒有說一定 非得要自己來才是健康 跟別人就不健康 有一些人可能他的那個 性慾可能就是比較低嘛 所以就比較少自慰 或者是做性行為 那這樣對他的身體會有什麼影響 問題應該是在於 性慾低到底是什麼事情引起的 通常我們如果是比較中老年的男性 比如你是45歲以上的病人 長期的性慾低落 然後伴隨一些情緒上 可能比較暴躁不穩定 甚至造成你的勃起功能有點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擔心是不是叫做男性更年期 那如果是年輕人有這樣的症狀的話 那有時候是 是不是因為一些藥物造成的 或是他本身的外在的壓力 比如說工作壓力 或者是說跟太太吵架 跟伴侶吵架 那造成他的壓力 引起他性慾低落的症狀 其實我反而覺得性慾低落這件事情 可能比較更需要注意 或者很多種疾病都會造成 性慾低落這個現象出現 那我們常常來門診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去找說 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講男生的好了 其實男生有幾個敏感帶 我們講敏感帶就是說 你觸摸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癢癢的 或是感覺很敏感的位置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龜頭 我相信大部分的男生應該都知道 銀囊的部分也是屬於一個敏感帶 那少數有一些人 他的肛門附近也是算是一個敏感帶 我們撇開肛門附近不說 其實男生最重要的自衛方式 其實就是刺激你的龜頭 純樸一點的話就是用手 他上下滑動刺激你的龜頭 我們一般會建議就是 不要太用力 或者是速度不要太寬 因為你可能會 在過程中不小心 會讓你的季帶受傷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包皮的季帶 有時候你如果是因為包筋 或者包皮過長的狀況 你這樣前後路的幅度太大的時候 有可能會造成你這個季帶的地方 會受傷 一旦他受傷就會出血比較多 我們常常半夜遇到一些急診 就是病人的季帶突然斷掉 很多時候都是在性行為 或者是在幫自己烤烤的時候受傷 你想要再用一些道具來幫忙的話 那是可以考慮買一些 我們講的什麼自衛套啊 飛機杯這種東西 好處是他可以整個包覆 然後他對龜頭會有一些 各種不同的設計的一種刺激感 因為它是一個塑膠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需要加一點潤滑液 在那個飛機杯 或是塗在你的陰莖上面 那比較不會讓你在 像前後摩擦的時候 造成你的季帶受傷 或者是說造成你龜頭的受傷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女生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女生的構造 等一下你為什麼要戴墨鏡 因為有些事 關燈的時候才能看得更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女生的構造 因為可能大部分女生 對於自己的 生殖器官的構造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女生 其實他最外面是一個 我們叫做大陰唇 它是兩塊就是皮膚的皺褶 那中間會有一塊 有一些人是粉紅色 顏色稍微深一點 然後我們叫做小陰唇 那小陰唇的下面呢 就是我們的尿道跟我們的尿道 在小陰唇的上方 會有一個地方 我們叫做陰蒂的頭 陰蒂其實它本身的構造 跟我們的陰莖 其實是同源器官 他們跟男生一樣 在還沒有出生之前 其實兩個是同一個構造 那只是說 女生因為沒有男性荷膜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構造沒有發育 就變成陰蒂 那它跟我們的陰莖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女生在自衛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感覺點 其實就是我們的陰蒂頭 第一次就是摸這邊的地方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摸這個地方 做一點按摩 它就會非常的有刺激的感覺 那當然同時間 如果你想要同時刺激陰蒂 跟同時刺激陰道的話 那也可以利用一些道具來幫忙 那比如說像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道具 它可以同時做上面的刺激 跟同時做下面的刺激 可以讓你的就是感官 會受到極大化的感覺 有一些人 他的鋼門部附近 也是處於一個敏感帶 所以對 女生也是有 這個是有點因人而異 最主要的話 還是以陰蒂頭為準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性行為或者是自衛後 最好就是把下面稍微洗一下 第一個一來是 你可能會有一些分泌屋 持續的在流出來 那或者是說 像有一些女生他容易在性行為之後 會有泌尿道感染 那如果你是有這樣子的狀況的話呢 我們都會建議 就是你在你的性行為過後 洗個澡 或是做一些下體的清潔 尿液泡尿 把你的膀胱裡面的尿液排空 這樣一來可以降低你就是 性行為過後泌尿道感染的機會 那如果是男生的話 就是可以稍微把你的包皮翻開 清洗一下 讓一些殘餘的分泌物不要 激在裡面造成就是一些包皮垢 或是造成發炎的清洗 簡單的清潔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我們清潔的時候 就是用沐浴乳就可以了 男生的話我會建議 盡量不要用沐浴乳 因為我們大部分 市售的沐浴乳的洗淨力 其實都太強了 常常洗得太乾淨 反而會造成包皮龜頭發炎的狀況 所以我會建議 可以使用一些中性的肥皂 最好是可以洗臉的 如果它也可以洗臉 那它洗下面 我想最安全的 龜頭是可以完全推得下來的話 其實你用清水沖一沖 我覺得其實也就算足夠了 那女性的話 是不是會 市售有一些陰道的這種清洗液 這個醫師會建議使用 如果說它是一個合格的產品 那我覺得你要使用 我覺得都是沒有關係的 女生也一樣會有 就是過度清潔的問題 你要洗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用好的清潔 洗淨力不要太強 50能力太強 才不會造成說你洗完之後 反而造成你遇到發炎的情形發生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不管男生女生 大家都會有某種程度的性衝動 可能因為像你比如說你太太剛好 健起來啊 或太太懷孕 她可能沒辦法配合你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靠這樣的方式 去宣洩你這樣子的衝動 女生也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可能你上部沒有辦法配合 你可能也有這個衝動 你還是會少管道來宣洩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都是健康的 只要不要說真的是做出違法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都是不需要被禁止的事情 那我想問說 一般我們是以為 自衛都是年輕氣盛的時候 才會做的事情 自衛一般會通常會持續到幾歲 還是正常 到你的臨終前 都有可能會有異位的情形發生 只要你有性衝動 而且你能力是可以自衛的話 到老都有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女性更年期之後 他一樣可能會有性衝動 從8歲到80歲都有可能會自衛 所以其實並不是一件 太不正常或是太羞恥的事情 大家用正常健康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 目前台灣的民眾對於自衛這個看法 多半偏向淫秽的這種想法 或者是對於朋友之間都會難以提出 那麼醫師我們要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是 我們老一輩上一代他們會對這個事情 比較保守一點 就是我們這個年齡層的朋友 其實大家越來越可以 以健康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我覺得它對你的身心健康 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所以在合法 然後不要傷身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都不反對大家做自衛這件事情 所以那它可以讓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 然後又讓你的身心更健康 其實自衛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不管男生或女生 都應該以正面的心態來對待 如果你對於自衛還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詢問儀式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今天的每一動就到這邊啦 待一起來超十遍吧 掰掰 掰掰 這樣其實是不正常的心態 是不是真的是到這個名字很奇怪 那沒錯 這 你要再一次 它是迷死 迷死很奇怪 好是超十遍 哈哈哈哈 很正常 沙啞 到了 翻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